好接下來我們回到我們的比賽現場 我們接下來進入的是扯 今天是扯鈴全人組的部分 三個部分 那剛剛在第一個落腳競速的部分 由勇昌選手先拿下的第一個舉點 那接下來比賽越來越刺激了 第二個項目是我們的30秒自由花式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登場的是我們陣靈選手 老師可以講一下我們自由花式有什麼 剛剛注意的30秒自由花式 自由花式跟剛剛的繞腳又更不一樣了 像一個是機耐力特別多 那這次是技巧占最多 當然還有穩定度 因為在這個項目中它失誤是會扣分的 好那這項目還有一個特別的是藝術的部分 那這藝術通常都是會有哪些部分要注意的呢 藝術的話是看選手的肢體 還有它的表情 如果它太過緊張那可能也會有些微的破分 了解了解 好我們陣體學友已經準備好要上台了 來看它的這次的表現 它是用一個手轉起鈴 手轉起鈴是一個A級的動作 上下運鈴 調鈴 不太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調鈴的動作 不過沒關係 好一個放棍掛手 敲過身體了 像這個就會扣分 就會扣分是不是 好接下來呢 做了一個繞手是一個B級的動作 好 飛書包 這個是應該是一個自創動作 C級動作 OK挖鈴十字弓 B級的動作 繞腳 哇收 老師最後 阿 這個到底 老師剛剛這樣子掉鈴算不算會有扣分或是失誤的 如果它這樣子沒有收得很好 我們會從實施分跟異數分下去扣 原來原來 是這樣子 哇那這樣子的分數好像比較危險一點喔 好所以總共是29分 我們恭喜我正理選手得到29分 接下來下一位是泳昌選手 接下來呢進場的是我們 二號中華台北代表的泳昌選手 泳昌選手 感覺整個身形 四十三位選手裡面真的是 非常完美的一個身形 技術應該也是 好準備要開始了 做了一個放棍 這是一個C級的動作 接 這是一個C級的動作 啊 有點失誤了 哇 那是一個巧妙的救回來啊 這個應該會加分喔 再做了一個放棍 這是一個D級的動作 這邊是不是有一點失誤了 對 看到有一點失誤了 左右公圓是一個 簡單的B級的動作 好 這是一個 那種放棍子套路的系列 放棍子的動作難度非常高 不過也 非常的容易失誤 後攻的動作 完美的收起的零啊 完美的收起零 藝術分 他感覺非常滿意這次表現很有自信 笑得非常開心喔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分數會是幾分呢 好 泳昌選手的成績 出來了 是49分 哇 差了一個10分的差距了 真的是 拉得非常的開 非常的開 接下來第三位 新宇選手就覺得表現怎麼樣 好 他準備好要上場了 新宇選手是一位老將 我想應該比賽經驗相當的豐富 好 我們來看他今天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究竟到底都不可以超越我們的永昌跟正靈呢 好 準備好了 他聳聳肩 好 這是一個上下運靈 繞手 繞手 背書包 這是一個心情點水 放棍 這是一個 C級的動作 好 哇 旋風進攻 哇 已經穩定到連評審都講不出話了 這個原型運靈 哇 永遠笑看 OK 好 這個藝術分應該會加滿高的 對 剛好對到30秒的時間剛好結束 然後我們來看 明星運選手的分數到底會幾分呢 哇 真的是每一位選手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那 到時候會不會贏正靈選手 真的很難說 好 成績 我們明星運選手成績就出來了 非常的緊張 好 我們成績是 總的分數是43分 然後我們的技術分是26分 哇 其實很接近 他20跟正靈的技術分非常的接近 那目前呢 喔 看起來我們這一次的冠軍 非常的越來越明顯 是永昂贏了兩場的勝利 那目前摩尤斯贏了也是兩場的勝利 那 正靈目前是一場都還沒有獲勝 那我們看 到最後呢 會是怎麼樣的成果呢 好 那我們第三個項目算是我們以扯鈴比賽來講 算是蠻特別的這個對打的部分 是前所未見的一個節目 對對對 一個分散 一個項目 每一局呢 誰先拿到他們誰獲勝 總共有三局 誰先拿下兩個局就獲勝了 那第一回合呢 出場的是我們的正靈跟我們的永昌 現在來看誰的 球權 林權 好 正靈選的樂球 那永昌我們確定場地 確定好了 那我們第一 一場賽事就是由我們中華台北 US中華台北 永昌對正靈的 一個 是一個內戰 正靈的一個 互拋 比賽 那互拋呢就是各接一次 各接一次 跟排球與球有點像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喔 這個一個掉球 這個喔 沒有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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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師這個技巧上有什麼要注意的 呃 他這個的話應該是協調性 還有基本功 基本功非常重要 基本功非常重要 哇 這是一個殺球 一個殺球 哇 永昌的一個殺球 哇 現在是2比0 表現非常好啊 2比0 2比0 現在又是永昌發球 發球 好 開始了 吊個小球 喔 好 第一局是由永昌拿下了勝利 接下來我們交換 我們來看第二局 這種比賽在近跟遠 其實非常的重要 有時候突然一個不注意 球就掉過來了 喔 那老師這個啊 這個器材上啊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特別注意的嗎 比如說哪個牌子比較好 欸 這邊有得分嗎 有得分嗎 我看裁判 喔 這個很關鍵喔 喔 有嗎 有嗎 看一下喔 看一下回放 看一下回放 好 是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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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近才運用了這個挑戰的機制 對對對對對 我們也有挑戰的機制 好 現在是1比0 三張選手喔 1分 喔 不是應該是 反手 欸 這你打到天花板了 打到天花板是一個 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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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兩次 就會被扣分了 就會被扣分了 假動過 假動過發球 欸 有過有過 喔 哇 刺激 好球 都是在掉球球 喔 欸 停了 欸 剛剛發生什麼事 撞到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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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這樣是第二次撞到上面了 對 所以現在是 這裡又11分了 所以現在是 2比0了 2比0 對 哇 永昌要拿到這一局的賽局點啦 好 拿到1分的賽點 好 永昌要來發最後一球啦 好 趁對手不注意 喔 喔 一個跳殺 一個跳殺 哇 好無懸念啊 永昌獲勝了這一盤啊 直接10落2拿下這一局獲勝 哇 太精彩了 最後那一個跳殺 雙方都笑得很開心了 對對對 恭喜我們的永昌獲得了 一場的冠軍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下一回合 是誰對誰呢 關鍵的一戰 喔 剛剛已經選了 球場跟 星球不握手 欸 又摸了頭 欸 聽說我們倆私下這個師徒的關係啊 居然在這個時候 遇到了內戰 沒錯沒錯 我們到底是師傅會贏呢 還是我們的 欸 徒弟 三級警戒 他在家裡 是否感到寂寞難耐又無聊呢 那你需要的是一顆溜溜球 好 這場世紀之戰 由師徒之爭啊 到底是 這扳回面子啦 對 因為剛剛師傅已經贏了兩局了 那這一局到底 這你可扳回一點面子 我們來看下去了 好 陣子震靈發球 哇 剛剛想要掉一個 線前球 對對對 沒有掉 力道沒有控制 兩球了 最後一球 欸 欸 欸 到底怎麼過呢 好剛剛裁判是判了 星域得分 現在正林要做一個挑戰 正林要做挑戰 然後正林要對 確定要挑戰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鷹眼 如果正林挑戰成功的話 他就拿下這一局了 我可以看到他設備 對 正林將會拿下這一局 所以這個挑戰非常的關鍵 憲神 說了一些垃圾話 憲神說了垃圾話 由選手自己看 是不是過 我們來看畫面一下 是正林選手得分啦 他挑戰成功 那就是正林拿下的這一局 正林發球了 現在都是一個來回的一個吊档 沒有過 今天已經發生了很多次這個失誤啊 是不是真的是體力上這個是有一點落差的 我可能是 在今天這個技術的施展上面 可能要再做一點調整 好 接下來 正林發球 掉了一個小球 成功啦 這是好球耶 這個 老師你怎麼看他這一球 當然是在正林他發出了一個很有質量的一個球 可是 他反擊的時候呢 沒有想到他可以馬上的掉到 這個在線前面的位置 他馬上反應過來得到這一分 瞭解 目前 由 來 中華台中的 你去秀發球 喔 正林一個回踩 哇 哎呀 一個卡鈴 一個卡線的動作 看得出來 非常大腦啊 非常大腦 正林準備好了 發球了 這個往前球 喔 互相 他 哎呀 哎呀 靈屍出高途啊 正林剛那球是不是也是緊張了一下 應該是在這個最後這個局點的地方呢 正林的手應該是 會軟了一下 力量應該稍微的不足 好現在2比2啦 是進入了一個Deuce 正林到底會不會拿下我們 哇 哎呀 哇 他的師父 林訓竟然出現了一個這麼大的失誤 是剛在調整那個力道的時候 又調整更多了 現在3比2啦 3點再拿下一局 再拿下一分就可以獲得這 這場的勝利了 啊 很快的比賽就真的結束了 雖然比賽結束了 但還是 沒關係我們就是 還是恭喜我們這裡有扳回一層啦 扳回一層 因為其實他已經是這場比賽的豐盛了 對 那老師也是 非常盡力的在 跟他做一場對決啦 老師其實是讓人感動啊 OK那我們所有的賽事在這邊都已經比賽完了 我們辛苦這三位選手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頒獎典禮啦 好 那這一次 老師我們真的很高興我們中華台北的選手 中華隊的選手 表現非常出色 表現非常出色 一次就連續 三位都進了決賽 對 那希望在這樣的比賽呢 也會有更多的扯鈴 台灣的扯鈴選手 加入我們這個 奧運扯鈴的項目 讓這個 我們就持續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發光發熱 好 那再次謝謝我們 邱平 對 老師 辛苦了 那也感謝各位觀眾欣賞 我們這一次有 苦玩頻道 苦玩體育頻道 所帶來的 奧運扯鈴全能賽的轉播 我是主持人林徐 摸有 那很高興謝謝大家 我們再見 晚安 耶 辛苦了辛苦了 對我們剛剛就是用分別不同三種的 比賽方式去呈現我們剛剛 那因為本來講說六油球班 這比賽太精彩了 影片太長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六油球部分就剪掉了 好不好 如果大家就是六油球的也可以想一下 那來兩位 感覺一下 康哥的心情 最有印象的應該是 羽毛球那個吧 競速有比過 對 表演的有比過 對 就是那個還沒有比過 說不定那個真的以後可以變成一個 正式的項目 尤其剛剛那個 我跟正林的對決 看鷹眼的那一場 那個正 刺激啊 鷹眼 對鷹眼 我剛剛 對對對 連旁邊的觀眾我都能感受到 我們那一秒到底 硬還奧 硬還奧 對對對 他正林 覺得也是雅羽毛球 那一下 也是那一下 對不對 那一下沒有比賽過 而且真的太刺激了 好 那今天呢就是我們 扯雅羽毛球 在奧運的比賽的一個特輯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永昂 那我們特別來賓 謝謝